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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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传心节》是在《以弗所书》 《六章七节》 经常记着说 《甘心是奉》 《好象服是主》 《不象服是人》 今天的信息是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 令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 你有没有参加过 教会的寿洗典礼? 参加的人是开心还是伤心? 早期教会的使徒 很热情 因为见到大量的人加入教会 门徒见到 那么多神职歧视 都觉得起出望外 试想像一下 在一天之内 就有三千人加入教会了 在这些新信图当中 很多都不是来自本地的 多数都是由很遥远的外地 长途不涉的 来到耶路撒冷 宽道五秦节 一部分的人 原本在五秦节结束后 就要回家了 但他们现在改变主意了 他们不再赶回家 而是想先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可以和门徒 学习更多有关耶稣的事 亦可说 他们是对耶稣的信息 饥渴慕无疑 耶路撒冷的信徒 非常欢迎这班新的信徒 去他们的家 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祈祷 一起赞美上帝 有一些信徒 比较有钱 有一些可能比较窮 有一些 一个先都没有 因为当时他们缺制 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的家人抛弃了他们 有一些信徒 将他们的产业卖了 为的就是帮助其他人 大家都将自己拥有的 来和其他人分享 在世上的事 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 因为他们相信 耶稣已经从坟墓里复活了 他们相信 耶稣很快会再回来 亦都相信 耶稣会将他们接去天家 他们的心里 亦都因此充满着盼望和爱心 他们选择跟随上帝 并且一让圣灵充满着他们的生命 他们想要和所有的人 分享这份的爱和盼望 圣灵和他们一起同工 已经施行了很多很多的成绩 那时耶路撒冷没有现在 这样说有报纸 当然也不会有收音机 电视 网络 手机 或者是电邮 但这些都没办法阻挡到 早期教会传播福音 每个人都传说着这个好消息 你有没有听过 今早早在圣殿前面发生的事 或者有人会这样问 另一个人可能会说 你还记不记得我的邻居 就是那个天生有缺陷的那位 让我告诉你 他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什么 另一个人又问了 早期教会的信徒 就是这样述说着上帝的说话 他们很恩言的互相分享 他们经常一起吃饭 以及一起享受特别的圣餐禮 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着祷告和赞美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人听到耶稣的福音 每一天都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教会 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教会 也应该继续做着这样的事 信徒应该教导人圣经的说话 以及带着喜悦的心 和其他人分享 我们应该一起用餐 一起享受圣餐禮 我们应该一起唱诗歌赞美上帝 以及一起祈祷言读他的说话 这样更多的人 便会因为我们爱的行动来到教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